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上集我們有介紹過的原因 原來做到1月深水1日就不做了 如果有興趣想試的話 可能要留意一下 好可惜呀 今天我們去了深水埗食羊腩煲 這裡的裝修都蠻特別 有種在洞穴裡的感覺 都算蠻光亮乾淨 桌面都不會黏黏黏 是餐廢有點油油的 環境比較擠迫 我們坐四人桌已經是闊落一點 這次來是想吃這個 古法雙東洋冷煲 本身包了白飯、生菜 一碗湯或是一杯飲品 冬飲加2元 罐裝飲品要加5元 而湯散叫要加10元 我們又想喝湯又想喝可樂 而散叫可樂是16元罐 店員教我們把本身送的湯 加5元轉汽水 再散叫湯 這樣會直接加罐可樂 便宜1元 最後是15元可以喝可樂加湯 本身看到冰底又開心 起碼覺得直一點 但它罐可樂是完全不冷的 是真的室溫的那種 所以就算有冰 倒下去也沒有那種很炸的感覺 只有很炸的感覺 湯來到的時候非常夠熱 今天是木瓜豬骨湯 就是味道正常 不會是超淡超淡的泥湯 但又不是很濃的 裡面也有不少湯料 來到的時候 賣相絕對比我們想像中細胞好多 因為它的圖是這樣的 當然我都知道賣相是不可能和圖一樣 但它說是兩至三人份 就會覺得有點勉強 我蠻喜歡它表面有很多顏色 很開胃感 幸好的是雖然它看起來很細胞 但原來它煲也很深 還有裝得很實的的 夾出來也有十七十八塊羊肉左右 還有很多配料 芹菜 馬蹄 冬菇 冬筍 枝竹等等 羊肉有些瘦些 有些大塊 有些很完美 大皮大骨 味道不錯 是會吃到羊酥味 但是好吃的 不會覺得很鴨 而是很香 皮也燜得很軟 咬下去是軟軟的 挺好吃 肉質是體部位 近骨的反而是實一點 這些位置最好吃 腐乳醬加少許檸檬葉 挺鹹的 不可以蘸太多 羊兩煲的湯底比較水狀 不稠 直接喝也不會覺得很鹹 會有很多種材料的香味和甜味 所以很足夠 湯底比想像中好 平時的比較脆 嗯 馬蹄真的好少 給了兩粒半 但有得吃也蠻開心 咬到傻傻聲 冬信有七至八片左右 沒有渣 但又不是很爽口 偏軟一點 枝竹還是很完整一塊塊 油夠軟 好吸汁 好吃 冬菇也很入味 任何種配料中 冬菇是最濃味最鹹的一款 口感也很爽滑 本身我還看不起 生菜已經錄好給我 但它的熟度又剛剛好 很爽脆 還看見很甜 跟照片一樣 無論是直接吃 點腐乳醬 還是點羊腩汁也很好吃 但飯很正常 一般茶餐廳或打蛋舖會吃到的口感 總括而言 羊腩玻璃道的時候 真的有點失望 但吃到羊肉又馬上開心 的確是蠻好味道 而且真心覺得 沒有放很多骨去浪起它 反而是唇肉多 骨也是很細條的骨 嗯 如果可以選一個淺一點 鍋口闊一點的鍋 看起來應該會比較好看 有興趣也可以來試試 有興趣也可以選擇 到這邊就是 有興趣可以旁邊的工具 是這樣的 有興趣可以通常選擇器 有興趣可以做到也有興趣可以看到 哇~~~ 多划算 才多划算 我也是被騙大 跟這張照片一樣 不要,特別是爛爛 好像格格的 如果他選的球是比較淺 而是比較闊厚 看起來會... 你覺得呢? 謝謝大家看完這條片 有關這條片的資料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訂閱你的頻道 拜拜